牛肉干 我们家的初中生啊 他特别喜欢吃这个牛肉干 我前天后后已经烤了十几斤 他拿给同学吃 同学也非常喜欢 所以我觉得秋冬天的时候 有这么自己家出品的 非常放心的 又健康的零食 还是挺解馋的 挺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家做牛肝用的是 脂肪含量更高的牛肋条 它的口感更嫩 更好嚼 也可以从菜市场买这种 它也是牛肋条 不同点是 它们的脂肪分布不一样 这个可能更细腻一点 不用做焯水的处理了 所以我们冷水浸泡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让它稍微的煮一下水 把它焯起干净就可以了 放在沥水网上 把那个水稍微的控干一下 这个牛肉里面有水分的话 它会影响这个香料的吸收 你拿到一块肉 要观察肉纤维的走向 你看这是比较长的纤维 这是它的切面 我们要把这个长的纤维切断 这样这个肉吃起来才会嫩 才会好焦 所以我们以这块为例 我们先切它 观察到长的纤维在这边 然后我们就顺着它的切面 把这个长纤维切断 不要切得太厚 最好这块肉里面 又有瘦肉又有肥肉 那下一步就是腌制 大家最好准备一个 比较精确的垫子秤 这是500克的肉 先放15克的白砂糖 这个糖非常重要 不仅是增加了这个肉的口感 它可以让肉烤出来之后 外面有一层焦糖一样的壳 然后就是用一个品质 比较好的蚝油 好好的软一软 入一下味 你看这个肉 它没有水分很干 所以这些所有的调味料 都可以更好地吸收进去 另外要做的一步 看似有点大颗不必 其实在最早做这个的时候 我这样抓完之后 就把它去腌制去了 但实际上他们出来的 就是每一条都很拧巴 它很占这个烤箱和空气炸锅的空间 就是它瘦肉也不一定很均匀 所以我们要把它每一条这样很舒展的 让它直挺挺地摆到我们腌制的密封盒里 我们把它放明箱里冷藏 明镜烤它 这个是已经腌好了12个小时的 我们现在把它摆在烤网上 我觉得可以一次性多腌很多 然后放在冷冻室里 提前一晚上拿出来解冻 第二天烤一烤 牛肉会往下渗油 如果是摆在烤盘里 牛肉干就会一直渗在油当中 它就不能得到这种清爽的口感了 肉放在烤箱里的时候 下面一定有托盘 要不然非常难以清理 我今天用的是空炸功能 我们要低温150度 先烤15分钟 然后再翻面10分钟 一直用150度低温就可以了 像这种比较小块比较薄的 为了避免它烤黑 所以我们先来尝尝吧 牛肉自身的香气 加上香料的香气融合在一起 然后还有韦拉德的反应 太好吃了 依然是150度 10分钟就可以了 如果你家里的这些产品呢 有热风的功能 加速它的风干的一个状态是最好的 一定要注意观察 因为它到最后一点时间的时候 它容易糊掉 因为我们放了糖嘛 不要一味地去计算那个时间 要看这个食物本身的状态 看 怎么都很黑 因为太黑了 所以我们装饰点汁嘛 也无济于事 那怎么办 就拍特写吧 就无所谓了 把它自己吃 它就是这样啊 很真实啊 这牛肉干其实趁热吃 是非常有特点的啊 刚才我们已经忍不住吃了很多 因为它真的很好吃 这个好吃在 它其实超越了牛肉干本身的那个风味 它很嫩 很香 它很好嚼 它有一定的水分 它像是炸出来的 反正热热吃更像一道菜 无论如何要试一下 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吃牛肉干 是我爸去成都出差 它带回来的 可能是那种沙爹味的吧 这也是为什么 今天我这个牛肉干 会放咖喱粉的原因 当时我吃那个沙爹的牛肉干 就哇 竟然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 就是牙被塞的 就很厉害 明明嚼不动 拼命的想吃 然后就是牙当时就 就发炎了一段时间 这也是为什么 我觉得咱们自己家做牛肉干 可以不用那么干 那么难嚼 那么塞牙 另外一个就是我小时候呢 去一个 也是小时候 人越老就会 记忆就会越靠前 去一个同学家 当时他们家有烤箱 那个年代 家里有烤箱的非常少 当时正好做了牛肉干 我一到家里就闻到那种 熟悉的香的味道 我觉得天哪 这是什么样的家庭条件 居然可以自己在家做牛肉干 所以这成为了我的一个人生理想 我觉得如果有朝一日 我家里也有烤箱 然后我也可以在家做牛肉干 这就是我人生的巅峰了 所以今天我把我实现人生巅峰的这个 技巧技能 然后这个师傅 真想给你 希望我们都能在家里跟家人一起享受这种 安心零食的快乐 那就祝大家秋天愉快咯 拜拜